大家好 我是Tan SBS電台在11月1號晚上播放了 ONTECH 2020 KANGNAN FESTIVAL K-POP演唱會 這演唱會是在10月18號就已經事先拍攝好的 而在當天Red Bebe演唱了 《SYCHO》、《BED BOY》、《MPAWM》三首歌 但是 在11月1號播出的SBS節目裡 卻沒有播放Red Bebe出演的舞台 對 整個片段都被剪掉了 很多網友們都認為 應該就是因為Eileen的爭議 所以電台才會剪掉Red Bebe的片段 然後在今天 SBS對媒體表示 Red Bebe是最後一個順序出場 因為比起演唱會時間 被分配的電台播放時間不足 所以未能播出演唱會完整片段 但是能在SBS的YouTube頻道 看到Red Bebe的舞台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電台有什麼罪呢 如果播放了Eileen被罵 電台被罵又會引起爭議 這重度的回應算是很不錯了 因為他們也沒辦法 其他成員們太可憐了 應該不是被剪掉 而是SM要求不要播放吧 另外也有這樣的留言 Red Bebe出道幾年了 怎麼會因為時間被剪掉呢 我覺得SBS對Wendy做的事情 也像是耍大盤 太諷刺了 請先向Wendy道歉 是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在Eileen正義之後 現在在韓國網路上 很多網友們都表示 為了其他思維成員們 Eileen也需要退團 但是也有網友們認為 如果Eileen退團了 剩下的成員們 就可能會跟FS一樣的被冷凍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下一個消息是 今天一家媒體獨家報導了 PicBank隊長GD 將要回歸的消息 而YG娛樂也對其他媒體回應了 GD目前正在努力準備新專輯中 因為GD去年10月退伍 今年3月與YG娛樂簽下第三次的續約之後 到現在都沒有進行任何特別的音樂活動 所以正在努力準備新專輯 就這麼一句話 就令TNQ非常 啊不是 就令KPOP粉絲們都非常期待 目前雖然還不確定 這是PicBank的專輯 還是GD的個人專輯 但是 這有什麼意義呢 希望馬上就能在影片裡提到 GD的新專輯 然後就是 B2B成員 蔥光 一名叫 一槍搜 Punier四個人 將會以小分隊 B2B4U回歸 B2B其他成員們都在當兵中 這次除了發表新專輯之外 預計在2021年1月23號 也會舉行線上演唱會 希望B2B弟弟藍營在退伍之前 哥哥藍營能夠繼續活躍的活動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龐灘三江WP 工作的時候 不工作的時候 有些人也會想要 從前面的 已經死了 B2B搖擔 小房子 CB4B搖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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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搖擔 CB搖擔 CB4B搖擔 CB搖擔 CB搖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